警方依据线报展开突击行动经寝室检察官之后呢 7号晚间9点多 前往位于北区一家非法的职业赌场 当场查获了负责人以及43名的赌客 其中现场还发现有5名穿着黑色的短裙 黑丝袜的女性年轻和官 我们来听听警方的说法 经本辖远警长期收证取得赌博证据后 简券向台中地检署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 随后在该店甲界举办锦标赛 吸引大量赌客前往赌博时段 突击搜索一举查获 好的那么警方表示呢 这一次查获的这个非法赌场是 上从今年6月就开始 在台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国药大学之间的中华路上 并且呢跟其他的高中跟大学距离都不远 以某扑克竞技协会为掩护 暗中从事赌博活动 同时呢请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大生来担任何官 又使民众参与不法行为 警方在现场呢也查获了现金 还有相关的赌博工具等多项证物 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在一直以封销法 outputs 天杜 参与不法行为